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类别会与之一致 为表诚意 以色列还表示 愿意与哈马斯就方案细节进行谈判 同时 在停火期间 巴勒斯坦平民可以返回加沙北部 哈马斯高层也可以离开加沙 并且停火之后 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规模会大幅缩小 从内容来看 似乎是以色列松口了 毕竟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和哈马斯只在去年11月 达成过一项为期四天的临时停火协议 后经两次延期 加起来停火也仅仅维持了7天 而之后哈马斯不是没有释放停火信号 但以色列选择充耳不闻 现在 以色列主动提出要停火 而且一停就是两个月 对于以色列突然之间的服软 怎么看 首先 以色列国内反战浪潮正变得越来越强烈 内塔尼亚湖政府面对来自被俘人质家属的压力 尤为巨大 自去年12月 以军误杀几方三名人之后 其国内的人质家属就炸开了锅 纷纷聚集在内塔尼亚湖的私人住宅前 高喊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胜过恨哈马斯的口号 安营扎债 准备来一场持久战 前两天还有人质家属已经冲入以色列国会 要求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内塔尼亚湖要想保住饭碗 就必须先缓解民众情绪 其次 长期作战是要花钱的 即使有好袋慷慨解囊 但以色列集结大量军队 加之冲突爆发后 不再接受巴勒斯坦人进城务工 使得国内出现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至少三万家企业因为缺少雇员而逃避 而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的风堵 更是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2024年一时 以军就已从加沙撤出多个战斗旅 留在加沙的作战部队 从12个旅锐减少至6个 其中常备军旅只剩下第84级瓦提旅 第933纳哈尔旅 第401装甲旅 其他三个是临时征兆的预备一旅 这样一来 以军在加沙的兵力缩水近一半 质量也是大大折扣 就靠这点兵力根本不可能拿下哈马斯 还不如干脆停两个月再集中来一波 再者 内塔尼亚湖政府 面临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 中国外长王毅 近期在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时 就已经把话说得很明了 巴勒斯坦问题已延宕了76年 其问题的本质是纠正历史不公 必须早日还巴勒斯坦人民公道 欧盟也在强烈警告以色列政府 接受并落实两国方案 罗列了一堆不接受两国方案的严重后果 连好袋美国的支持也变得摇摆不定 美国务卿布林肯四访中东 总统顾问迈格克访问埃及 为了什么 现在以色列主动提出停火 也是想借机减少一些压力 明眼人都能看出 以色列心里其实是还想将对 加沙的地面进攻进行下去 彻底占据加沙的 但乙军这回是真的损失惨重 再也打不下去了 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虽然以色列方面一直坚称自己只损失了不到200人 但这显然就是忽悠人的一方面 此次乙军在战场中损失 已经被曝光 死伤了大量中高层指挥官 以及技术兵种人员 可想而知 连按照一般战争中 军官和普通士兵的死亡比率 乙军实际死亡的士兵人员 绝对远远能超过我们的想象 而另一方面 以色列部队近段时间 接连大规模撤离加沙地区 向他的王台部队哥拉尼旅 在两任旅长战死后 早早地撤出了加沙 这两天他的幼师旅 之前也号称是能争善战的禁旅 也撤出加沙了 要是乙军真的伤亡人数很少 又怎么可能几个旅几个师的大规模 从加沙撤军 又怎么可能无奈宣布 要将对加沙的进攻战略 调整为低烈度长时间的战斗 名义上是修整 其实是部队被打残了 目前 以色列的停火方案确实是提出来了 而且条条款款都很清楚 但作为协议的另一方 哈马斯同不同意那得另说 不巧的是 哈马斯选择了拒绝 通过最直接的开炮 让以色列认清现实 1月23日 以色列国防部宣称 过去24小时之内 共有24名士兵在加沙身亡 以色列迎来自开战以来 伤亡最大的一天 这24名死亡的士兵里 有21人是在一栋建筑物爆炸倒塌后身亡 其中至少两名少将在死亡名单中 虽然就目前信息 还不能明确具体的过程 但从有限的媒体报道中不难发现 这21个人与上次梅卡瓦 一炮轰掉自己6名柴弹专家 应该是同一个套路 那么的是 以军21名士兵 为什么会集中在一个屋檐下 这是在打仗呢 还是在聚餐 那么问题来了 乙军在这场八亿冲突中的真实惨烈伤亡数字 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拿那6名拆弹专家的事情做个例子来分析 当时 一辆装满炸药的乙军卡车 本来是要去摧毁哈马斯的隧道 天生这支乙军部队的头头 还想以老代心派出老兵操作时 还叫了一大堆新兵 在一边观摩学习 结果突然之间 轰隆一声 一发炮弹射来 这车炸药被引燃 很快就是更大的一次爆炸 很多人顿时飞上了天 谁干的呢 乙军自己 另一支乙军部队的梅卡瓦坦克 在夜晚中 发现了这群鬼鬼祟祟的人 可能坦克兵进袈裟后 也是精神高度紧绷 见这么一大堆人 立即慌乱无比地 朝卡车方向开了一炮 这次乙军伤亡多少了 他军方只肯说有6人 还都是拆弹专家 可能是新兵的命不是命吧 后来从各种渠道 医院目的 前后所发布的消息来看 当天阵亡的乙军 可能有103人 说到这里 大家就可以去想了 以色列人这栋楼 说自己阵亡21人 现在 正是梅乙最痛苦 胶着的时候 而哈马斯反正国也没有 家也千疮百孔 人也受尽摧残 到了这种地步 当然没必要跟以色列着急 这短短两个月的和平 并没有任何意义 就目前的情况综合来看 乙军撤军和要求 长时间停火的行为 其实已经暴露了 其真实伤亡数字 这个数字显然是更加接近 哈马斯现在公布的 乙军伤亡数字的 按照哈马斯方面有关消息 现在仅仅只是 哈马斯下属的卡桑旅 便已经袭击了 至少5000名左右的乙军士兵 导致了其约三分之一的人员死亡 其他大部分人员 也是受伤 甚至是重伤致残 而在结合其他 哈马斯下属武装取得的战果 综合来看 乙军的实际伤亡 至少应该在几千人 甚至是上万人左右 而死亡人数 应该在2000人左右 而这么严重的伤亡情况 也解释了乙军 为什么会接连从袈裟撤军 甚至是现在彻底打不下去 要呼吁停火了 哈马斯的强悍战斗 着实是深深震撼到了乙军 让乙军现在士气跌落到了低谷 而除了战场上的严重失败 乙军此次想要停火 显然还有这另外两点原因 第一 乙军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之中 近段时间 以色列接连空袭叙利亚 炸死了伊朗多名高级将领和官员 甚至连伊朗驻叙利亚军事代表团的正副司令 都被乙军炸死了 而伊朗方面也是已经明确放话 誓言报复 显然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严重冲突 已经是一触即发 同时 以色列现在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 也是不断升起 以色列北部也随时可能爆发又一场离异战争 乙军还需要大量兵力防备 比哈马斯更加强大的黎巴嫩真主党部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乙军自然希望能够尽快和哈马斯停火 抽调出兵力去应对更加强大的敌人 伤亡惨重的乙军 现在迫切需要时间进行修整补充 而两个月的时间 也足够以色列再次接受大量美西方军事援助了 这样一来 停火时间一到 重新恢复甚至更加强大的乙军 无疑又再次有了彻底消灭哈马斯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以色列希望能够长时间停火 却咬死不肯在这个提案中加入介入战争的协议 这显然又是一次缓兵之计 要是哈马斯这次再上当 恐怕真的未来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以色列想要停火 但哈马斯坚持要继续打 当然并非如此 暂时停火从来不是哈马斯的诉求 他要的是以色列撤兵 双方实现停战 当然如果能落实两国方案 让巴勒斯坦拿回该有的土地顺利建国 自是最好 但显然 以色列停火的目的无异于此 美国亦是如此 显宣称停火在借机扩充军力装备 是以色列惯用的套路 已经不会有人相信 犹太人的停火协议 感谢止火 真正影响